尘埃落定,李铁73岁恩师被查悬念揭晓 铭记回应,朱广沪不该犯错 大家好,我是老九,欢迎观看老九聊体育 足坛反腐基本上告一段落 对李铁来说也是基本上盖棺定论了 那么根据足球报李璇所说 李铁这件事情所牵扯出的反腐案件 最终到杜兆财这边已经是达到了最顶级 之后的调查方向也就是往中下层的管理层去考虑了 对于李铁来说,这次反腐过程 但凡是相关人员也都全部被列入了重点核查的范围 那么不少球迷也曾质疑李铁73岁的恩师朱广沪 李铁落网以后,不少的球迷质疑李铁怎么能够当上国族主教练 背后帮他的人又是否存在着利益输送呢 据悉李铁的恩师朱广沪就是当年选率组的组长 在他的主持选拔中,李铁是脱颖而出 面对朱广沪的各种猜疑和质疑,那么明记也是做出了回应 认为朱广沪不该犯这个错 近期多名体育媒体人报道了总局对李铁案件的通报 但可以看到在李铁案中一共有6人被通报 朱广沪并没有出现在其中 并且朱广沪在近日也是出席了厦门足球乐的活动 并且还担任了清训的推广大使 所以相对来说他是安全的 不过对于朱广沪来说也不该犯一个错 那就是不该在培养球员的技术的同时 却忽略了球员的人品和球品的培养 更重要的是既然推荐了李铁上尉 就要对他进行更多的监督和引导 而不是放任不管 导致李铁最终颠覆了中国足球 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